古希藍文水 , Trejo的名貌 詞曲 曲 曲 李宗伯 曲 李宗伯 詞曲 李宗伯 不离古旧世家 这乃是羞辱痛苦极好 深爱自主耶稣 为世人被定死 这乃是羞辱为我最爱最棒 故我爱高居诗字宝教 直到在初台前见诸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教科幻公已冠绵 主宝为世自家 乃是人所情是 我却认为世深爱可夸 深爱自主耶稣 离其天堂荣华 被赐富家投降 哥哥他 哥哥他只是家 虽然满有血迹 我仍然以此 叫为眉神 寢在此宝家上 旧主为我设意 但我中最是我梦恩正 吾我爱高举狮子宝家 直到在竹台前见竹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将刻画共一冠冕 故我乐意背负 此奇妙的宝家 甘愿收拾人情世如芒 不日就住在你 迎接我同身天 永远分享荣福在天家 故我爱高举狮子宝家 直到在竹台前见竹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将刻画共一冠冕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将刻画共一冠冕 祝福在天家 弟兄姊妹早安 我们很高兴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更新 不是我们能够新 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创造更新 爱我们的神 是因为祂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每一早晨因为有神 都可以是新的 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懊悔的 我们昨天的一切的错误 因为有上帝都可以重新再来 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弟兄姊妹 让我们靠着神 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让我们把昨天 所有的错误重担 谢给他 跟神说 神啊 我本来就是每一天 都是靠你而活 每一天我都是因为有你 而我能够继续的往前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信念 有上帝真的好 我们背不起的重担 让上帝为我们背 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处理的问题 我们可以信赖神 祂是爱我们的神 祂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主啊我们亲朝 这时候我们再次赞美你 赞美你 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是眷顾我们的神 主 你的心 你的眼 藏在我们身上 就像父母的眼目藏在 儿你的身上一样 因此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有你 我们何等的平安和稳妥 主啊 我们再次的送赞你的名 我们称赐你 愿上帝你的名 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愿你的名 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得着荣耀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在 诗篇18篇20节到31节 那诗篇18篇很长 但是却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灵修进度分成三段 今天是等于20到31节 那今天活泼生命的主题就叫做 主按着公义的行为报答人 这个活泼生命的作者 这边他就有一个认知 从这篇里面 他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信念 圣经里面有一个对神的 很重要的一个信念 或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 这里说到 按着我们的公义行为报答人 意思说 我们有一位会报答人的神 有一位会报应人的神 意思说神 我们做神会回应我们的说话 神会回应我们这个人 神会回应我们的行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 我们有一位 我们的神是有回报的神 有回报的神 所以我们在地上不是我们可以任意妄为 不是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是那一句 前那时候说我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不是这个不是你所做的 有一位上帝在看 你所做的 你所行的 你所想的 你所说的 有一位神在那里 不是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是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不管你是谁 因为有一位自大者 这里讲到 有一位会报应人的神 所以二十节说 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报答我 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看到吗 大卫在这里 诗人在这里讲到 会有一个报答 会有一个赏赐赐赐 那其实我们的古人 经过百年千年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叫做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人灵心里面就知道 宇宙中间 有一个上天 有一位 古人不认识神 他说有一位老天爷 有一位 我们台语就说 人在座 天在看 你知道吗 就有一位神的观念 有一位神 而且这位神不是 放任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做什么跟他无关 他很遥远 他根本不在乎 不 上帝很在乎 神在乎人在地上所行的 所以我们经过很多的观察 百年来千年来观察 就得出了一个谚语或一个古语 就叫做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人在做天在看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样的观念 其实是因为神就在那边治理 所以圣经 这些人是经过观察 而圣经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 他们观察 看这个本来能透过宇宙 人世间的观察 就可以得出一些 天地间的真理 天地间的 就像牛顿发现地心引力 因为这是神创造 神设计的地心引力 那么牛顿发现了他 就叫做地心引力 那人呢 这些人呢 观察了很久 宇宙的运行 或人世间的种种 久久观察就观察 得出了一个结论叫做 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是的 但是圣经呢 是直接告诉我们 有一位这样的神 诗人在这里说 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所以 弟兄姊妹感谢主啊 这是我们基督徒 神很清楚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那神根据什么来回应人呢 根据什么样来回报人呢 很清楚的 第一个就是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神按照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来回报你 第二个呢 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事为人 来回应回报 所以二十一节大卫说 我因为遵守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所以大卫说 神是因为有一个回报 所以他说我没有作恶 我来到神面前 大卫祷告的时候 来到神面前说 神啊 我未曾作恶 那么二十三节说 我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弟兄姊妹 大卫在这里有告诉我们 人生有一个智慧 有一个聪明 有一个法则 就是他说我保守自己远离罪孽 所以二十四节他得出了 做了一个小结论 二十四节说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再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 别偿还我 大卫当他公义 他活在正确 在对的里面 活在神面前的时候 他就相信 神有一个美好的报场 神有一个美好的回报 报场会在他的身上 而这就成了 他一生行事为人的法则信念 弟兄姊妹 什么是你行事为人的法则信念 每一天我们生活在地上 每一天你都有回应 因为不管是做事 不管人 人对你说话 人对待你 那你怎么回应呢 那我们的回应 就显出我们里面的价值观 我们里面的信念和价值 大卫有一个信念 他说这个就成了他的信念 因为有一位会报应人的神 所以他说 我保守自己远离罪念 所以这个成为大卫 一生的行事法则 所以不管 他不是根据别人 事业没有神的人 他说以恶报恶 你对我不好 我当然对你不好 你踢我一脚 我就打你一拳 你伤害我 我就要把你讨回公道来 这是世人的做法 这没有神 大卫说不不不 这不是我的人生法则 弟兄姊妹 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的法则不是根据于 我们的血气天然 不是根据这个社会 不是根据人 而是根据圣经 大卫说我有一个根据 就是我要保守我自己 远离我的罪念 我不是按照人怎么样做 而是按照圣经 按照神的喜欢 因为我的神那里有一个报应报场 所以呢不管人恶待他 他不用以恶报恶 那么人伤害他 他也不是你伤害我伤害你 所以当世美羞辱他 世美羞辱他 他很善待世美 但是当世美羞辱他 在他落难的时候 世美羞辱他 伤害他 大卫说上帝啊 你是我的神 求你按你的公义报应我 他的雅比塞说 我要去把他的头砍下来 他怎么会骂我们的王 这个大卫说 是上帝叫他来骂我的 干你何事 他回头说 神啊 你今天看到世美这样的 羞辱我 辱骂我 可是我却没有做任何回应 我仍然以善报恶 神啊求你 按照我心里面的清洁 回报回报我 所以你看到吗 连他的儿子压杀龙 背叛他 追杀自己的父亲 这个儿子可恶啊 可恶是不是 但是当约亚他们军队出发 要跟压杀龙争战的时候 大卫再次的交代约亚说 不可以伤害 这个少年人的性命 当然一方面是父亲对儿子的爱 但是我看到这就是大卫的行事准则 是你背叛我 你伤害我 你夺我的国 甚至你要拿我的命 但是大卫说 我的行事为则 回人 就是我要保守我的心 我要做远离罪孽 所以弟兄姊妹 这成了大卫的信念 成为大罪的信念 所以二十五节大卫得出了一个很宝贵的结果 当然其实下面都是 但是今天二十五节 牧师特别要跟你来强调这一节圣经 二十五节说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代他 二十六节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代他 怪僻的人 你以玩具代他 弟兄姊妹 请抓住 牧师在这一两节圣经里面 成为我一生行事的准则 也成为我一生最大的保护 你知道人的天然血气 我们受伤的时候 我们很想报复 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 我们很想回报 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 我们很想回击一拳 我要逃回我的公道 起码从此以后 我们是拒绝往来户 但是弟兄姊妹 我感谢主 上帝救我 这两节圣经 救我脱离了很多这种 心里面的怨不平 或里面的翻腾 你知道吗 每一次我回到神的里面 那些就不再是我的翻腾 你知道当我们受伤 我们被侵夺 我们被不公平待遇的 对待的时候 我们所谓我们的 我们的权益被人剥夺的时候 我们里面都是很多斑腾的 所以你知道人活得好苦啊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平静 神的话会让我们平静 神的话让我们有盼望 你知道吗 很多人是因为人家权力大 权势大 你小 你拿它没办法 所以你只好吃憋 只要打落牙齿祸血吞 就是你也拿它没办法 可是你是压抑在里面 你是憋在里面 其实你没有得到自由释放 其实你很苦 你很苦 只是你没能力抱负负而已 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 基督徒我们不是压抑 我们不是怨恨 我们不是扭曲 我们乃是转向神 上帝啊 因为我们有一位至高的神 有一位报应的神 上帝你会按照我的清洁赏赐我 你会按照你的公义报道 大卫怎么样可以这样对待人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神的信念在他里面 慈爱你就会用慈爱 所以大卫说我宁愿要上帝的慈爱 弟兄姊妹 你一生若有上帝的 我们最重要就是有神的慈爱 我一生服侍神 因为这个信念 对我来讲 神你的慈爱大过你这一切 人怎么伤害我 人怎么样叫我要损失或这些 这些都是很小 上帝要还给你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所以当你看神的时候 这些都不算得什么了 上帝我要你的慈爱 大卫说神啊 我宁愿要你的慈爱 这些都是小事 神啊你的慈爱的报场 你慈爱的保护 圣经说你用慈爱作为四面的盾牌围绕我 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人神要的 用慈爱神 用慈爱的盾牌围绕我 人从这边 从正面来攻击你 上帝用慈爱把它挡回去 人从右边攻击你 上帝用慈爱把它挡回去 人从背后来攻击你 上帝用慈爱来保护你把它挡回去 神用慈爱视为包容你 这就是不就是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罕不是一生就讲罗德 背叛 在罗德 真是恩将仇报 或者是他没有以 这是亚伯拉罕这么的善待他 罗德的能够发击 能够发达 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带着他 可是有一天他竟然跟亚伯拉罕争立 争水草 然后甚至为了一片草原 亚伯拉罕说你先选 这个罗德竟老实 这个就是毫不客气的 就先选了最肥沃的草原 你知道这对亚伯拉罕是多么大的损失吗 他们都是牧羊的 牧羊的人水草就是他们最大的资源 可是罗德竟然占了最大人 但是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 你知道吗 亚伯拉罕可以生气 亚伯拉罕可以说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 亚伯拉罕可以这些 但是亚伯拉罕都没有 亚伯拉罕让选 而从后来罗德在这个索多玛尔摩拉 被掳走了以后 亚伯拉罕还为了死他 去把罗德救出来 看到没有 亚伯拉罕都是用慈爱带人 这家伙不配 他伤害我 他真的是没有恩情 他这个家伙毫无人意 这是坏家伙 可是亚伯拉罕说 他对我不好 可是我是有神的人 所以我用慈爱回报他 弟兄姊妹 让我们用慈爱来回应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让我们用慈爱对那些亏负我们的人 上帝就会用慈爱来对你 所以亚伯拉罕一生都有上帝的慈爱 亚伯拉罕一生没有人能够碰他 即使他犯错 他两次 他两次竟然为了保护自己 连自己的老婆都不顾 人家两次抢走了他的妻子撒拉 上帝都为亚伯拉罕把撒拉抢回来 而且处罚了那个 抢亚伯拉罕老婆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让上帝为你做主 让上帝用慈爱来保护你 所以亚伯拉罕一生丰富 因为神用慈爱带他 大卫不是一样吗 大卫说得住了一个人生的结论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 弟兄姊妹你要神用慈爱带你吗 好不好 今天让我们在办公室 让我们用慈爱带人 让我们对人慈爱 这个慈爱啊 英文圣经 他们很多种 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 mercy 怜悯人有一个mercy 对人有一个怜悯的心 他很弱 他做错了 他犯错了 他该处罚 他该被人家 你 罗德应该被处罚 这个亚沙龙该被杀 但是有一个怜悯 他不配得的叫怜悯 因为怜悯他 好不好 对人善待人 对人有慈爱 然后 好不好 对我们周围的人 用慈爱 让你生命里面代表神的慈爱 你走到哪里 就把神的慈爱代表出来 在你的家里 你把神的慈爱代表出来 对你的妻子 对你的丈夫 对你的孩子 当我们配偶之间会有冲突 我知道 当他恶言对你 或他不耐烦对你 或他亏欠你 你是不是 让我们代表 把神的慈爱代表出来 用慈爱对你的妻子 用慈爱对你的丈夫 当他不礼貌的对你 当他对你大小生的时候 当他没有顾念你的时候 让我们用慈爱代他 好不好 弟兄姊妹 用当你的孩子 办错的时候 让我们用慈爱代他 在办公室里面 让我们用慈爱代我们的同事 用慈爱代我们的下属 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纪律 没有规矩 不是 但是我们的心 是慈爱怜悯的心 然后 你重慈爱 你就会收慈爱 你重怜悯 你就会收怜悯 有一天我们都会需要 别人用慈爱对我们 有一天我们都需要 别人用怜悯来代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 谢谢 所以有了上帝以后 31节就是最后一个结论说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 意思说 大卫说 神就是我一生最深的 依靠磐石 有了神就不会动摇 不是谁说什么 不是环境什么 乃是神成为我一生的准则 活在神的面前 我的人生就不会动摇 神是我人生的磐石 一个有神的人 祂的人生是稳妥的 是坚定的 愿上帝祝福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祢 世人要去揣摩 可能要几百年 千年才得出一个结论 可是圣经 你直直明白地告诉我们 有一位报答我们的神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以神 作为我们生命的准则 我们像大卫说的 我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我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上帝 你必然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你眼前的清洁 报偿我 赞美你 祝福儿女们 活在你面前 以神的话而活 我们就活得得胜 今天我们都要活在神的慈爱里 今天我们就要看到 经历神的慈爱 在我们身上 谢谢我们的主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